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32分 又涨133点 上礼拜五台北股市涨了453点 今天又来133点 两天涨了快600点 580几点 台积电真的不容易 上礼拜我跟大家讲过嘛 一家民营企业 能够带动全球主要国家大涨 很难啊 苹果也不可能嘛 Google 微软 亚马逊 也不可能达到嘛 对不对 台积电做到了 上礼拜台积电的法说会 老板讲几句话 全球股市为之沸腾 全面大涨 所以台积电真的不容易啊 也真的是台湾之光 上个礼拜四 台积电大涨下 把美国股市全面带动飙涨 离拜五 美国股市又继续涨 道琼 礼拜五涨395点 纳达克涨1.7% 飞腾包体大涨4% 两天涨7% 所以台积电真的很够力啊 S&P500指数涨1.24% 四大指数全部创历史新高 美国的四大指数 上礼拜五全部都创历史新高 所以台积电效果真的很强啊 效果真的很强啊 很多事情你要早知道 等到事后才知道 那都是马后炮 航行我早就跟大家预告过了嘛 对 整个航行的走势 都在我的分析预告中 事先知道 你才会做对的事情 低档你才会敢买 高档你才会舍得卖 等到事后大涨了 都不会呼啊 上礼拜投票完之后 礼拜一我就跟大家预告了嘛 还会有一个回马枪 回马枪杀下来之后 就要开始涨了 礼拜二大跌外资卖451亿 我就跟大家预告 纯粹要三天哦 上礼拜四天 外资卖了1400亿 当时谁敢讲会涨的 只有我而已啊 两天大涨之后 那所有人都无敌铁金刚了 大家讲话都比大声了 比我还要大声 那为什么行情 外资在大杀股票的时候 没有人敢说会涨 然后两天大涨之后 所有人讲话 口气比强的比硬的 马后炮一堆 行情其实一直都很固定 大盘有大盘的节奏 各股有各股的节奏 你掌握住节奏 行情涨跌正常平常心看它 会涨就会跌 会跌就会涨嘛 重点是你要掌握住 那个波动的规律 台北股市的规律性 我一直都跟大家掌握中 半年来都是固定 13天15天的循环 一直都没有变 包含这一次涨2000点 一样也是15天 13天15天 所以你掌握住这个循环 该卖的时候 你要懂得逢高卖 我们在元旦前一个礼拜 就一路在卖股票啊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啊 元旦前一个礼拜 12月25号 中华汽车蓝天保城 礼拜三宏基联电金鼎 我们一直在卖股票啊 曼曼座是不是掉下来了 上个礼拜三下来 正好到第15天 所以礼拜二大跌 我是不是跟大家预告 最后三天喔 后边又一个卖票行情 有很多股票要去30% 我有属性给你预告好不好 我每天提醒你 每天看节目你们都知道啊 现在行情飙涨了 两天涨了快600点了 580几点了 这只是对零合砚分析做印证而已嘛 行情我都在事先跟你预告中嘛 行情我都在事先跟你预告中嘛 尤其选举行情整个节奏 跟我预告的都百分之百嘛 所以说有这套公式在 二十年来任何一次的选举 我没有失误过 完胜百分之百 下次再遇到选举 这套公式你就要记得 我在三个月前就跟大家讲了嘛 当时还没有人相信啊 对 加钱指数还在一万六千点 我就说 要开始做串基行情了 有很多欺负五十八的股票 每个月先涨到八到十天会押回 押回没关系 后面还有一个卸票行情 这个押回是在酝酿 后面的卸票行情 是不是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选前八到十天押回 后面还有一个卸票行情 我有数学都说给你们听不 所以每天听我的节目 你应该是气定神仙 看着行情一步一步的发展 该买的时候买进 该卖的时候卖出 就没定打起来嘛 你就可以有完美的操作了嘛 连续两天大涨 卸票行情 不会怀疑了吧 这个行情只怕不押回 押回都是买 押回都是买 上礼拜外资先卖了一千四百亿 礼拜五发现不对劲 赶快买回来八百亿 外资的做法就是这么狠 当他看跌的时候 再低他都会杀股票 可是当他发现不对的时候 该跑他全力都会跑 上礼拜前四天卖了一千四百亿 礼拜五他发现不对劲 凡手买进八百亿 同时把台紫期空单 一天补了一万多口 现在空单剩下两千口而已 这就是外资 心狠手辣的做法 其实这种做法是对的啦 行情只有对跟错 当你认为是对的时候 趁胜追击不快嘛 当你一旦发现不对了 该处理你要当机立断嘛 你没有办法当机立断 那风险越拉越开 你更难下手嘛 所以外资中敢爱敢恨 追高杀低 其实 仔细看一看也是对的啦 肩外资又继续买290亿 肩外资又继续买290亿 礼拜五买了801亿 今天买290亿 哇两天下来 买了快1100亿 那如果能够比外资 更早知道行情的走势 那不是更好 外资这样追高杀低 也多半呈现出 他们对于行情的看法 没有那么准确对不对 就是因为外资的看法 也没有那么准确 它才会杀低之后去追高嘛 在上面拼命买 然后一破之后 狂杀 然后又追高 所以外资的做法 虽然是正确的做法 可是你这样看外资的操作 你也可以发现 外资其实没那么准 您的准确度 比外资更高 每个大盘的转折点 我都事先跟你掌握到 都事先跟你预告着 所以上礼拜行情在跌的时候 我一直提醒你 后边还有一个30%的行情 记得没有 上礼拜在跌的时候 我一直告诉你 后边还有卸票行情 还有30%的行情跌 个股还有涨30%的机会 你要赶快把底部的股票 赶快找出来 趁行情蹲的时候赶快买 我有没有苦口婆心每天这样提醒 有嘛 对不对 那现在行情呈现出来啦 是不是再次印证联合约的分析 所以你们每天看我节目其实很好 节目也不要看那么多 优质的节目好的节目 一个两个就够了 看越多越乱了 我都把标准答案告诉你了 然后你再去看其他节目 让自己又混淆掉 没较好嘛 或者单纯只看我节目也可以啊 我都会事先告诉你啊 上礼拜五外资大买台股800亿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台积电 一家台积电 外资买了700亿 上礼拜五外资大买台积电 11万张 11万张大概700亿 800亿的买超 700亿在台积电身上 那另外 尾创六万四千张 广达两万九千张 音乐达一万三千张 技嘉八千张 这个都是今天盘面上 大家在追逐的焦点 今天尾创一度涨停板 广达兼大涨5.6% 音乐达大涨7.9% 技嘉涨停板 大家看到外资大买之后 一窝蜂就在抢了 一窝蜂就在追了 所以可见得 大家都在追逐外资的动作 外资往东大家就往东 外资往西大家就往西 外资一撤退大家 跑得好像买 那你能不能提早外资 在外资没有买的时候 你就先买来等 等到外资来的时候 外资帮你抬轿 那不是很好 对 今天一定很多人在谈这支股票啊 今天全市场一定很多人在谈伪创 因为今天尾创26万张 26万张 一度攻到涨停 今天我看了很多节目 都在谈这支股票 那你为什么低不买呢 低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买呢 尾创在90到100这个区间 走了三个月啊 这三个月里面你随时都可以买 好啦 礼拜五第一时间买也可以 那你到今天才去追 那你到今天才去追 会太难过 就看到礼拜五外资大买6万张 你今天义无反顾的就追进去了 那是不是犯了相同的错误 低不敢买高拼命追 今天支股票有学问啊 为什么有学问 二十六万张的成交量 股价就只有在一百一十四到一百一十七 二十六万张的量耶 竟然只有三块钱 二十六万张的量 涨停竟然锁不起来 那到底谁在卖的 我们假设喔 假设如果明天跌破一百一十四 跌破一百一十三 很容易啊 一百一十六块钱收盘 跌破一百一十四只是两块钱而已啊 跌破一百一十三只是跌个三块钱而已啊 所以很容易啊 那假设如果明天尾创 跌破一百一十四跌破一百一十三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今天二十六万张买进的 全部又套住了嘛 那那个时候他们 卖押会不会反手又出来 很有可能啊对不对 所以你低不买 低不敢买高在拼命追 就是输家的宿命啊 错误的方法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买 找底部买 买底部不要去追高 一直跟大家讲买底部不要去追高 让自己处在高风险之下 就是这个独立嘛 台积电法术会内容 上礼拜跟大家讲过 我就不再重复 台积电上礼拜五直接开到六百一十四 我跟大家讲过 最大套牢区直接跨过 台积电要再破六百块钱不容易 可是外资在礼拜五 买了台积电七百亿的资金 今天台积电为什么供不出去 今天台积电为什么供不出去 平盘 你想哦 外资上礼拜五 外资上礼拜五 台积电砸了七百亿下去 台积电为什么涨不出去 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外资砸重兵在台积电身上 台积电都涨不出去了 是不是提醒你 短线涨高的股票不要去堆 下来再买就好 买再来买就好 不要涨越高你越是要追 帐範的更麻烦嘛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间涨不动 其实短线上你就要小心一点 尖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本涨五百八十三点 南韩小跌0.3% 大陆股市间崩跌 香港跌2.5% 你看香港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一直崩下去 今天大陆股市的部分 上证跌了2.6% 深圳跌了3.9% 这个对于明天的股市 会不会有影响 卸票行情开始动了 可是两天涨了快六百点 短线涨高的股票不要去堆 耽误苦下去才会买 或者找还在底部的股票下去买 首先大家都在买尾创 尾创明天小心喔 我们来看尾创 这里套这么大量 这里套这么大的量就在这里 套牢区就在这个地方 你低不敢买 来到套牢区了 你才拼命在追 有一定的风险 尾创去年EPS4块钱 现在股价大概117 百元比多少 已经快30倍了喔 不便宜啊 不便宜啊 所以不要一窝蜂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不要随着市场起舞 AI股票 AMD 飙涨 NVIDIA 飙涨 法人都调高目标 可是这两支股票在飙涨 台湾AI股票也没有涨啊 所以不是这两支股票 要带动AI的个股 我上海外跟大家讲过 你要知道原因 真正带动AI行情的是美超围 美超围调高财测 礼拜五盘迁涨13% 你知道正常交易涨多少 你知道吗 35% 将近36% 35%多将近36% 很恐怖喔 美国没有涨跌幅 所以行情往往 一天两天就结束了 就完全呈现出来 不像台湾说有个10% 可以这样慢慢走慢慢走 那美超围一飙涨之后 兼台湾伺服器的股票 全部总动员 兼台湾伺服器的股票 跟伺服器有关系的 广达 音业达 微影 微创 神达 对 神达 那包含双红 奇红 见准 饥渴的 银帮 续品 成名店 伟训 饥渴股股也全部涨 全部都被美超围给带动上来 可是涨高的股票 你不要再去堆了 要买你要领先市场就该买了 要买领先市场就该买了 你看这一次伺服器的股票 我们第一档做技嘉 380跌到220 213 我们就开始买技嘉了 对不对 这都已经看过了 220买 246买 230再买 270买 270买完之后 250再买 270买 我们山上下来 已经赚了39块 硬探山的高趴 这次技嘉冲出去 技嘉今天也涨停板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没在你骗了 这次技嘉我就没有做 为什么没有做 我在这里已经做了三趟 赚了39%了 这次压回来250 来不及买直接冲出去 因为我也不知道 台积电的老板会说什么话 对不对 造成那么大效果 也没有人会事先知道的 我知道我的内心交易 我虽然这一波 后面这一次没赚到 可是我前面三次 我已经快40%放口袋了 那我为什么不追 技嘉在标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追 技嘉也不便宜 技嘉去年每股获利 大概9块钱 今年大概会有两成的获利成长 那你用9块钱算 比比三十几倍啊 好啦你用今年的获利 可能会有11块钱来算 那比比也 也二十六七倍啦 也不便宜啊 加上他的融资一直居高不下 筹码很乱 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原则 我宁可去找底部的 我不要去追高 我这趟做算没做 这招就是我没做 我也领先市场 我们已经赚了快40% 在口袋里面啦 对不对 所以技嘉低 没有接到 被他冲出去 沒關係 你不要觉得惋惜 我再找底部的股票给你做就好了嘛 对不对 够够找table 够票你做就好啊 我们锁定这个是不是底部的 而且连续五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有AI的公司里面 AI相关个股里面 只有一家 台积电都还没办法 技嘉也不可能 只有这一家 连续五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可见得AI在他身上 整个业绩已经开始引爆了 他才会连五个月营收历史新高嘛 所以我很注重基本面 我不是只看重 价格短线的强弱势 价格短线强弱势只是 平常的事情嘛对不对 只是短期波动的结果嘛 真正行情的方向 长期的利润空间 是从基本面去发掘的 金三个股票 尾创 你们都知道啊 我跟大家讲过三天内启动嘛 130买133买 是不是叮当啊 是不是动了 是不是开始叮当啊 不然这较安全啊 对关的股票 比较危险嘛 路遥之马力 你要看得远 看得懂 你才有办法 赚一个大波段嘛 否则一直在追强势股 追哦追哦追到 追到买了 追十次套八次 这样没意义了嘛对不对 我再找底部的股票给你就好了 这支 AI概念股里面 这个走法跟技嘉 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技嘉从380跌到210 213 我们220开始买 这也是从380跌到200多啊 要没起来哦 礼拜五小涨 今天也小涨 因为时间还有三四天的时间 这三四天的打底期 就是我们布局的时候 所以我不喜欢去抢那种强势股 我不喜欢去追高 我反而喜欢这种找这种 大家都没发现 我慌慌的来扣 我点点的来扣 风险小嘛 行情一起来 你就知道 30% 50% 就很容易再赚到 所以你要买AI的股票 这支股票 未来三天来带我扣 未来三天来带我扣 我带你进都会带你出 而且直买底部的GEO股 我没给你推高 你看美食也是啊 对不对 350跌到220 我们230开始买 280卖了一次 拉回260再买 上礼拜299卖出 上礼拜全部出清 这样做两招 你们都看在眼里 89块钱 又是38% 有没有代金代出 所以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很容易 那今天美食 我上礼拜出清了 今天美食剩多少 281 这样买得有水吧 等下来再买就好 美食有固定的涨叠周期 一个涨叠周期 16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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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16天结束了 让他休息之后 我们低档再来买就好了嘛 咕咕等等的沟票 我们一波一波一波 慢慢来操作 那钱抽出来之后 再找底部的股票嘛 连跌9个月的股票 连跌9个月的股票 那买这种股票 你相对就风险小了嘛 对不对 行情如果资金轮到他 一冲出去 我们买在底部的 要再探一下30% 50% 就又很快 所以不要去迷恋 当天盘中强势的个股 要有自己的节奏 要有自己的规划 一波一卡印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 一支一支来买 现在卸票行情在发动 会有30% 30%的股票呈现 可是从底部出发的 才会安全 才会容易赚到 追高的 自己要小心 半浪年线带你做 我带你进都会带你出 而且一律直买底部极有股 你看汉堂 我们离也离不过 我今天汉堂是出清了啦 汉堂今天我通知 280都出清了 我今天通知280都出清了 钱收回来 等他有下来我们再接 那钱先转到 其他底部的期长股 吴城市今年业绩也很好 去年吴城市大爆发 涨幅最小就是帆宣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介入帆宣 在他跌7个月的时候 从底部买进 对136135买进 今天帆宣快到150了 今天快到150了 今天最高148.5 那我们这里买的啊 130135买的 我们等下午的啊 对不对 我们等下午的啊 这样做就对了嘛 刚开始慢慢的慢慢的 一旦冲出去 就很快了 那别人来帮我们抬轿 那别人来帮我们抬轿 我们从135这里开始买 我们等下午的 它是不是很漂亮 它是不是很好 还有底部的股票 还有底部的股票 你看环球金也是啊 我们400时就开始讲啊 对不对 400时一直讲 最高涨到630 400时就开始一路买了 涨到630 我们冲高也卖掉了啊 冲高611600也都出清了 对600 611也都出清了 那出清之后 等它休息一段时间 可以买我们来买嘛 细晶圆的部分 环球金中美金 这个都是长多的股票 可是一波一波来做 我们202也出清了 等下一波修正结束之后 我再来带你买 现阶段要买就要买中 还在底部沉淀的 年载15个 营收创历史新高 上市贵唯一一家 连续12个月 而且赚6个股本 那个获利排行榜 排在前几名的 获利排行榜 能够赚到6个股本 不多了啦 获利排行榜 应该是排在前几名 大概排在前5名以内 那股价 反而跌了4个月 买中高票最安全 可以转 接下来会不会创新高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这两天已经开始买进了 你现在要跟着买来得及 接下来卸票行情 才刚开始动两天而已 如果短信有压回 赶快跟回起买这些底部的股票 涨高的个股操作上 自己要小心一点 掌握先机赢在起跑点 再赚30% 50% 就会很容易完成 就很容易完成 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一讲一个便当而已 我们的负转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记得按赞订阅 跟他您的脚步 最好祝您操作顺利 来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欸 那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